我国需要提防外国势力干涉我国的刑事司法系统 国人也有必要提高这方面的意识 内政部政务部长费绍尔副教授在回答议员提问时透露 去年8月17名死囚向高庭提出申请 称总检察长是因为他们的种族而判处他们死刑 高庭同年12月以有关指控毫无依据为由 驳回了申请 代表律师也在法庭没有把相关资料和宣誓书 列为证据前在马来西亚一个新闻平台公开这些资料 并把资料提供给马国人权律师组织捍卫自由律师团 违反了最高法院的程序 费绍尔副教授说 其他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可能不认同死刑 不过这应该由国人来决定 我们看到他们尝试去准备 准备合选择合选择合选择 使用监制庇抗选择 去强弱的信心和信心的信心和信心在我们的判斥